崔永元自曝,范冰冰痛哭刘涕一再道歉,让她心软说了声对不起。 2018年最火的事情莫过于现在,她就是崔永元、路斯范冰冰、冯小刚、刘振云还有杨子的事件了,从崔永元以前主持的节目《实话诗说》,小崔说是等一系列节目,让我们让我们平民百姓看到了她的实在善良感说真话。 是一位是实实在在的人。 她为西部贫困地区寻找教师,用自己出书的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 真是一位充满爱的大谢人,让人敬佩不已。 近日,崔永元、路斯事件在一次发酵,里面娱乐明星的天价片酬,偷税漏税,对整个娱乐圈移沉重的打击。 轰动了整个中国。 一,手机二,事件让崔永元勃然大怒,让华裔兄弟的股票一刹那暴跌如雷,简直吓死股票市场。 近日,网上发出一组崔永元接受媒体的视频,里面崔永元详细说明了一些问题,她说,范冰冰也是一个无辜者,自己要做的就是把冯小刚、刘振云的老底接出来。 但因范冰冰在微博宣传,彻底惹怒了我。 她在访问中透露,范冰冰先是找人和崔永元谈,然后人称范妍的冰冰亲自打电话向崔永元道歉,让崔永元彻底心软。 范冰冰冰冰痛哭流涕,制片方让我宣传电影,我才发的微博,让崔永元更加愤怒的是,冯小刚、刘振云竟然让一个女人一直替自己背锅。 自己都不出来解释。 自己都不出来解释。